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你为什么装失忆 为什么陷害他 我陷害他 那不都是宁墨尘罪有应得吗 哪一句爆料是假的 他对我做的那些 你应该都知道 他毁了我的家庭 毁了我的人生 我怎么就能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我当然要让他失去一切 我让他尝尝 众叛亲离的感觉 现在我做到了 你不是应该替我高兴吗 徐姐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之前认识的你 不可能这么狠毒的 你掌控股票会涉及多少无辜的人 你知道吗 所以好人就应该被压制吗 我受欺负了就不应该还击吗 你不是一直想替我伸张正义吗 其实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我认识的学姐 她不可能利用别人 更不可能利用我 我利用你 你你替我做过什么呀 你的活儿 都被那个宁末辰勾走了 那宁伟呢 你有想过好好经营她吗 你把她抢过来 只是想为了摧毁她吗 她这么多员工 这么多家庭毁了怎么办 宁伟怎么样跟你这个外人没有关系 你不需要在这儿指手幻小 外人 难道你不是外人吗 我爱做什么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凭什么在这儿指指癫癫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告诉你 你们 只是我的工具而已 你现在没有任何利用加持了 如果你识相一点 立马给我消失 在你身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你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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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身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不可思议的事情 为什么 让我如此沉溺 你毋忍 跟我记忆中的学姐一模一样 却顶着一张逆抹沉的脸 你真的 是我的白莉学姐吗 苏语 你终于 认出来了 我的天啊 真的是你吗 在分离追 怕来不及 跟随摇摇晃晃的灵性 感受着一呼一息 全都是你 苏语 你听我解释 我现在多听你说一句话 我都觉得恶心 你抹沉我再说一遍 我们只是假定无论 是他 是他勾语我的老公 你在这儿胡说八道 苏语也是你叫来的吧 你故意激怒我 就是为了演给他开始吗 够了 他想趁这个机会把我们所有人都脱下手 他根本就不是你什么学姐 他就是个疯子神经病 够了 你爱着白鲤 是 如果白鲤他 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你该怎么办 那我就一直守着他 守多久啊 一辈子 好了 早点休息吧 那我回去了 苏语 留下来吧 紧张吗 还好 我只是想跟你这样躺着聊聊天 聊着聊着就困了 感觉我好像在做梦 苏语 你这十年都经历了什么 可以跟我讲讲吗 这十年 我去过很多很多地方 从哪里开始讲呢 瑞士 法国 西班牙 我都想听 你一个一个讲吧 那我们一晚上都讲不完 那我们就讲 好多好多个晚上 一开始 我去的瑞士 做了个小买卖 然后后面回来 然后后面回来 我另外唱的 我来看 这个是我的 好多小买卖 你会给你 我来看 妳看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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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发生了不少趋势 直说吧 他让你来干什么 你跟苏玉把我害得这么惨 就没有一点愧疚感吗 想跟你重温救梦罢了 还记得吗 我们当时 可是难舍难分的 怎么 这么快就把我们之间的情分全忘了 你说的没错 我恨不得 把有关你的所有记忆 全部删掉 记忆可以删除 可以假装删除 但是我们之前做过的事情 可是删除不掉的 好好看看吧 还要联系 洩漏宁美公司的精密 再利用外包公司牟利 而且这个公司可是在你名下 你觉得曝光之后会是什么下场 這不是我做的 事到如今 水印可是沒有用的 這只是其中一部分 還有更多的在我手裡呢 你們就是想拖我一起下水對嗎 沒錯 不過你別怕小嵘 事成之後 他會給我一筆錢 用來彌補 我進去那幾年 所有的損失 你看清楚 你看清楚他的臉 他才是你陌生 是他 還是他勾引你 玩弄你 害得你 變成了人人唾棄的渣男 也是他 也是他玩弄你 我生生毀了你十年以來創造的事業 我好不容易把你拯救出來 現在還是他 他在演戲 讓你再也分不了事 你告訴我 你告訴他是誰 你陌生 他是誰 你陌生 你還記得發財薑的事嗎 人們都說 對著發財薑許願 可以保人富歸一生 老婆你知道嗎 這條薑 我小時候經常跟我老爸一起來 他說這條薑叫發財薑 老婆 我一定會賺很多很多的錢 讓你成為這個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你現在 想起來我是誰嗎 你是 你是白玲 那你再好好看看 你身后的那个女人 到底是谁 你抹尘